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1月26日礼拜六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新疆乌鲁木齐 民众经历了108天的风控之后 最终在昨晚忍无可忍 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 而道火线有两个 第一 在11月24日即是前日的夜晚 乌鲁木齐一栋高楼大厦发生了火灾 造成了十人死亡 九人受伤 民众纷纷就质疑 是风控措施阻碍了救援 并且在网络上表达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 第二个道火线 就是发生在昨天 新疆乌鲁木齐104兵团的人 在一个小区里面暴打居民 群众纷纷涌到公安局 讨过说法 随后更加冲进了政府大楼里面 要求将打人的兵团中人交出来 而后来聚集的居民越来越多 愤怒的居民开始喊着解封的口号 第二单消息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所说 北京已经看起来变成了一座鬼城 而且很多居民担心 他们很快就会进入全面封城的状态 于是乎就纷纷开始抢购食物 和其他必须的日用品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乌鲁木齐 昨晚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 触发大规模暴动的导火线 是有两个 其中一个就是乌鲁木齐 一座大楼发生了火灾 这场火灾 就在11月24号 礼拜四夜晚发生的 据说火灾首先是由拖板着火引起 火势从15楼一直蔓延到17楼 而农烟一直扩散到21楼的树 火灾在三个小时之后才被撲灭 大陆的官媒报导就说 发生火灾的是位于吉祥苑小区 一个新冠疫情的低风险区 居民是可以自由落楼活动的 由于乌鲁木齐自从8月10日以来 绝大部分的地区都因为疫情的缘故 持续被封锁 故此很多的网民就在微博上边质疑 究竟是否因为封控措施 而阻碍了救援的进度 并且对于这件事表达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 而在Twitter上边有多段的影片就显示 有消防车怀疑因为没办法靠近火墙 于是只能够在远距离那树喷水 所以救不了 因为根本上水压都不够厉害 和路障以方便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通行 乌鲁木齐这座火灾就在大陆的互联网上边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相关的话题在网上边的点击次数 已经是超过了8亿次了 不少的网民就认为 每一场的悲剧比起Omicron变种病毒本身 还要租高 代价是太过沉重了 其实这些网民的说法是没错的 因为新冠本身 就是说这个Omicron变种病毒 致死率就不是那么厉害 反而来说因为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 就造成了很多的所谓次生灾害 这个又是一单来的 如果你没有封控的时候 那些消防车 如果它去到都救不了人 那就没得很远了 但是因为你在街上设置路障为难 导致车过不了去救火 这个就次生灾害了 一个住在火墙附近的居民就爆料 虽然所在的小区 是属于低风险的小区 但是每日就只有1到2个钟头的时间 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在其他时间 所有居民都不敢立暖下楼 因为这个是会构成违法的 所以低风险小区 本身就没什么意义的 22个钟头都要远禁 只有2个钟头顶尽可以出街 更不用说其他所谓中高风险小区 就一定是足不出户了 这个居民还说 他们全市从8月7号开始被通知 需要居家的 不准立联外出的 至于环球时报前老总胡锡进 在微博上就说 疫情防控是否阻碍救援 就需要由官方作出调查去监定 但是乌鲁木齐 那么长时间的风控 显然就是不合理的 超过了人们身心都能够承受到的限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公众自然就会将城市里面 发生的不好事情 都往防控上边关联 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弱 以此来迁路于防控 胡锡进呢 貌似就好像是帮那些居民发声那样 实际上就是帮政权去洗地 转而视线 为那些封控措施来辩白 老实说 不是你这样封控的时候 如果纯粹是一场火灾 而本身那些消防的设备是救不了的 那没得很远 因为你落后 层楼起到那么高 然后那辆消防车 竟然射不到水上15楼、20楼 那没办法 但是你的车 走不了去火墙 因为街上有路障 那这个就是关锋控事 所以胡锡进这番说话 无非就是想转而视线 使得那些民众 不要再迁路于防控 以及质疑动态清零总方针 那些人本身 其实你说他是不是很猛呢? 一定是的 因为爆发这么大规模的暴动 在昨晚 那个核心的原因就是 因为108日的封控 那至于其他那些就是 触发他们走上街头的渡火线 这一场火灾就是其中一个 那至于说另一条的渡火线 就是有乌鲁木齐的民众发现 在年轻社区里面 新疆104兵团的人 就暴打那些居民 那于是乎他们就互相报信 那集体就粗道去公安局那时候 想讨个说法 找回公道 随后更加是冲进去政府大楼里面 要求交人 将暴打居民的人交出来 后来他们打电话给领导 领导人不敢接电话 憤怒的民众 于是乎聚集在社区服务中心 开始就是高喊解封的口号 而且就跟那些大伯打起上来 这些很厉害 至于有民众又举起国旗 号召其他居民一起去抗议 其实这一招 很多维权人士 或者示威人士 在大陆都是常用的 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 国歌里面第一句叫做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现在他们就起来 用共产党的文宣 来搞示威 那你怎么办呢 很多香港网民 或者海外网民 未必了解 但是他们没办法 他不拿这件事来号召 人家说他反革命 说他颠覆国家也有知 他拿着国旗 他现在是纯粹表达诉求 而且昨晚在微博上 有个怪现象 就是很多新疆的网民 在微博上发帖文 那个hashtag就写着是火灾 那个标签写着 新疆乌鲁木齐火灾 但是 他们纷纷就打国歌的第一句出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微博上洗版式发帖文留言 那这些就真的叫做明就明不明就黎明了 即是说多半句的时候 又老土 方着被人抓 甚至乎 告你寻人之事 行政拘留你十四天 多的他们都不说 就说这句 就让他们意会得到 于是乎 昨晚一触即发 很多人走上街头 那 好了 在这个街头上面 那些民众就和警察爆发激烈的冲突 肢体的冲突 基本上就是违鱼 那么 很多的视频就在平台上直播的 封不及了 因为太多人了 太多人拿着手机来拍摄 那 居民的暴动 从白天一直持续到晚间 那 从多段的影片可见 在乌鲁木齐的街头 就部署了 有大量的警车 那有居民又推翻警车 又在街头上面 焚围的杂物 并且一路高喊着的口号就是解封 那就很清晰了 所以呢 这个什么104兵团 在小区打人就是道火线 触发到那些民众走上街头的核心原因 都还是108天的封控 那些人本身都不满 不断累积累积累积 去到临界点就爆了 再加上那场火灾 在爆发暴动之后的今天 竟然间出现了一种医学奇迹 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徐荣 他在今天宣布 乌鲁木齐全市 已经实现了社会面基本清零的目标 指示就包括民众从即日起可以走出小区外边 在本区院内低风险区域内有序的活动 但是暂时都还不允许驾车出行 而可以出小区外边的个体工商户 那些店铺在本院内的就允许恢复经营 经综合评估排除疫情传播风险以后 就可以逐步恢复公共交通 允许跨区院的流动 驾车出行 和点对点上班 忽然之间又说社会面清零 又说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效果 这么奇怪 当初的108天的风控是搞什么 纯粹折腾民众 还是怎样呢 是不是达标以后他都还不解封 风上瘾 因为风控其实很过瘾 风控就可以方便管治 现在突然之间说 哦 清零了 照计很奇怪 因为昨晚这么多人走出街 示威 你不用做核酸的 为什么 你不用查清楚 不用再等几天 现在就清零了 一暴动完就清零了 所以我说医学奇迹就是这样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单的消息 转看北京的情况 美联社的报导就说 虽然北京并没有正式宣布封城 但是似乎 将会封城的迹象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处于惶恐之中的北京居民 开始是抢购食品 和其他日用的必需品 在家里团职 需求突然增加 和快递人员的短缺 就使得很多的订单 无法在当日派发 美团买菜 或者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网购平台 合马等网购的公司 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转 有不少的平台 已经是停止接受北京的新订单了 此外 一幅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 在多家外媒上面广泛的刊登 照片上面 空旷的天安门广场 周围被一些围栏包围住 广场里面 除了几个保安员以外 没有任何的行人 而在社交媒体上面 就热传一张照片 显示在北京火车站之前的广场 是一片的沉静 空无一人 这些照片似乎是反映着 北京市将会封城 而彭博社的报道就说 首都北京看起来 已经是变成了一座鬼城了 平时最热闹的商业区 现在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整片荒凉 地铁乘客暴跌了六成四 而根据百度的交通数据就显示 北京在全国交通涌倒最严重的城市排行榜中 从第一位跌到第七十四位 即是交通顺畅了很多 很多北京市的学校已经关闭了 学生们被告知 他们在家里面就可以上网伙 电影院、商场等公共设施 部分已经是停业 而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就要求 居民在外出的时候 必须要出示多次核酸检测陰性证明 去区外上班的人 在返回的时候 三日内要做三次的检测 北京市南部的大兴区居民 如果要上班 必须要持有雇主发给的信函 并且签纸保证 一定不会前往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 如果要外出买日用品 商店还要单独签纸 作出保证 即是说 很多居民的行动受到限制 究竟北京是否将封城呢? 我相信一件事 即使是也好 其实官方一定不会再将封城这两个字 放在官方的文件里面发布 他也不会认 他只会走出来辟谣 因为封城这件事太过负面了 经历了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 大陆不断地来创造一些新的词汇 反正用臭了用烂了就不再用了 包括封城啊封控啊 全市静默管理啊这些等等 大家听到开始厌倦了 开始反感了 他又不用了 开始又去转治 比如说那些什么流动性管理啊等等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大陆网民 常常在微博上自嘲 就说不是政府封城啊 而是那些市民自愿配合封控 自愿在家里面静默而已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也不会认的嘛 就算是也不会认的 就算本质和封城一样 他也不会认的 广州也是这样的 广州就是这样的 广州就经常闼谣了 但是没有的 那些居民因为见过鬼了 怕黑了 你不认就不要紧了 因为他们捉到一条摊路 似乎凡亲一出来说闼谣啊 否认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大件事发生了 于是他们就纷纷去团粮啊 团日用品啊 这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啊 但是呢 怎样都好 现在大陆再继续搞这一套动态清零 继续去实施这些封控措施呢 似乎就是挑战民众的忍耐力 越来越多人是愿意起来反抗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大部分人的收入真的停顿了 经济是差得很交关 才是会迫使他们走上街头的 如果说他们还是很劲的 你怎么封他他都不理你啦 是不是呢 你就封咯 只要有水喝有东西吃就行了 但问题是一经济差的时候呢 很多的配级物资都是安排不上 于是乎呢 就搞到这个城市又暴动 那个城市又暴动 民变四起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